今天来化这颗白看妇女夏日白开手妆 底妆一定要清透自然 才会显得你的皮肤很细腻 最近化妆前都是喜欢用这个有色面霜 先均匀一下肤色 它是这种比较偏粘稠的质地 上脸的话还是非常顺滑的 很好推开 也不需要有什么手法什么的 看一下我这半边脸和这半边脸的对比 这半边脸的气色感觉立马就好起来了 就是属于非常自然的体量 这支其实是我顺便来当防晒用的 然后它刚好也可以有体量遮瑕的效果 所以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举亮的 用它上出来的妆效就是这种巨幅贴的清透妆效 一整天下来都不会卡粉暗沉 像你平时你要是着急出门化妆啥的 你用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再用遮瑕液替代粉底 直接上脸来个体量 然后是眼中 然后以及我们鼻息底 然后嘴角 就按照这个方向来 上脸拍出来的感觉呢 整体的面部是往上的 但是呢又不会太过于厚重 看一下这个整体走向就是比较往上提的 但注意不要遮住卧颤 然后我们再局部定一下妆 像额头啊下巴这一块 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可以给它定一下 然后像脸颊这些地方呢 就自然保留它的水光感 现在的底妆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自然 但是又很透亮的感觉 没有什么粉感 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清透底妆 眉毛我们就凭着稍微往下画一点 这样就会有一种很无辜比较可爱的感觉 然后眉毛我们再用染眉膏染浅一点 看起来会比较温柔 便宜部分我们还是用这个 有点偏裸性色一点的打底 再沾取一个粉色 加深一下双眼皮脂之后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沾取一个眼线膏 用刀风刷这样子去沾取会比较好画一点 再浅化一个卧颤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蜜桃色的腮红点缀 比头下巴都暖一点 OK然后再涂一个嫩嘟嘟的嘴巴 OK然后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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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